捷运警察队接获捷运公司行控中心通报 捷运把南线有乘客未佩戴口罩 强行进站,立即派遣第一、第三、第四分队线上同仁前往上车拦截 远警在台北站上车,只见宁然坐在同军椅上 明显妨害其他旅客进出车门 而口罩紧遮住嘴巴,未拉上次完整覆盖口鼻 协议喇叭大声播放音乐,失序行为情节严重 商务人员表示因已违反大众节语法,将拒绝运送 远警立即请其下车离站,为其不愿配合 过程中不断咆哮且不愿下车 远警随即于西门站详请将其带下车 因琳朗强烈之以反抗 遂依警察直选及执法实施保护管束 以维护公共秩序及房子继续支扰众 令口罩未完整佩戴部分,将由捷运公司 依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,含送组管器官 依法海拔3000元至15000元至罚款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捷运警察队呼吁 搭乘捷运时,应遵守相关规定 如有违规、违法、知情事 劫警必当严正执法 展现执法尊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